那我要让他们脱哦 毕竟是个发布会嘛 还是一个正经的发布会 那请各位队人脱衣服吧 哟吼 这是啥情况 这一种高颜值男模 咋还当众更衣了 难道是要上演 想会给你开个玩笑啊 人家这其实是在为这支 咱中国史上颜值最高的 超模明星足球队 宣传造势 要知道这平均身高 都在188以上的名模们 不仅上得了梯台 更是为了公益 去得了足球场 明瞅为了展现 自己的足球技艺啊 人家这又是带球跑 又是偷顶球的 绝对堪称职业球员呢 可要知道 众位男神之所以刻苦练习 不光是因为自己喜欢 也是为了做公益 我们是用自己 独特的魅力去吸引 希望去感染一部分人 去热爱上运动 热爱上健康生活 因为我们很帅 他可能对足球 没有想法 他不爱好 但是他一看 这些人这么帅 在踢足球 这个运动 原来是这么帅 他也喜欢踢足球了 可都说不管啥体育运动 受伤总是难免的 我说各位欧巴们 你们都是各大国际品牌的 首席男模 这要是磕碰到了 而不怕影响 而替台发挥吗 我的脚刚刚就在一场比赛中 然后崴伤了 然后工作也有影响 但是我最重要的 不能去场上和兄弟们一起踢球 一起挥汗 这是最遗憾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在上场前多做热身 那我要让他们脱 毕竟是个发布会 还是一个正经的发布会 那请各位队人脱衣服吧 有和 这是啥情况 这一众高颜值男模 咋还当众更衣了 难道是要上演 想会给你开玩笑啊 人家这其实是在为这支 咱中国史上研制最高的 超模明星足球队 宣传造势 要知道 这平均身高都在 188以上的名模们 不仅上得了梯台 更是为了公益 去得了足球场 明瞅为了展现自己的足球技艺 人家这又是带球跑 又是偷顶球的 绝对堪称职业球员呢 可要知道 众位男神之所以刻苦练习 不光是因为自己喜欢 也是为了做公益 我们是用自己独特的魅力 去吸引 我希望去感染一部分人 去热爱上运动 热爱上健康生活 因为我们很帅 他可能对足球没有 没有想法 他不爱好 但是他一看 这些人这么帅 在踢足球 这个运动原来是这么帅 他也喜欢踢足球了 可都说不管啥体育运动 受伤总是难免的 我说各位欧巴们 你们都是各大国际品牌的首席男模 这要是磕碰到了 不怕影响 而替台发挥吗 我的脚刚刚就在一场比赛中 然后崴伤了 然后工作也有影响 但是我最重要的 不能去场上和兄弟们一起踢球 一起挥汗 这是最遗憾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在上场前多做热身 对